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记得当中一定要 或者是 然后就把你的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Twitter或者是Instagram的 我们这个丰富的奖品在等着你们 那记得了我们的这个竞赛的截止日期 就是到2018年的9月9日 你还有六天的时间 所以趁着如果有空的话 记得去拍一些照片了 那么除了这个影响之外 今天我们依然还是要学习 我们将会教大家这个俗语的 我们把时间交给丽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丽婷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装蒜这个俗语 装蒜大家很常听见 就指一个人刻意掩饰内心的想法 或者是装糊涂 不懂装懂弄虚作假 又或者说是装腔做事等等 比方说你形容一个人 别装蒜了 告诉我你真正的想法 可以用装蒜这个字 那为什么是装蒜而不是装葱 或者装姜呢 这些食物怎么不用 为什么要用蒜头呢 其实是跟一个有趣的传说有关的 最近不是流行这个蜻蜓剧 都在讲乾隆年间的故事 那故事是这样的 传说这乾隆他很喜欢微服出巡 常常到南方去体验民间的疾苦 有一回的春天 他就来到了一个地方 看到了这个青蒜大片大片的 显得绿油油很漂亮 所以他就顺口称赞起来 那当地的官吏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那隔一年的冬天的时候 他又到同样的地方去巡游了 冬天青蒜当然是还没有长出来 对不对 这官吏就很心急 他就叫人把这个水仙大片大片搬到这里来 因为远远看去 这个水仙的叶子看起来 就像青蒜的叶子一样 所以乾隆当然也是很高兴 虽然他没有问为什么 然后这个官吏也因此升官发财了 所以后来人们就用装蒜来形容 弄虚作假或者不懂装懂 今天分享的每任意一个俗语就到这里 现在马上来看看我们的新闻热点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新闻热点 就是刚刚昨天就是在亚加达所进行的 这个亚运会了 那么虽然说昨天就是下起了这个雨 但是还是无阻我们的这些非常热情的观众 就是用到有关的这个体育场 然后观看整个这个闭幕典礼的 是 他们闭幕典礼有一个主题叫做 庆祝和感谢 是要表达印尼人民队参赛的运动员教练 还有上万名的志愿者的激情和奉献 也对亚运会成功举办表达他们的高兴的心情 那么其实大家就是可能非常高兴 因为我国在这个亚运会当中 也是拿到这个不错的生计 那主要就是排在东南亚第三 如果就是在整个亚洲排名第十四名的 一共有七枚金 然后是三枚的这个银牌 最后还有十六名的这个铜牌 是的 我们这一次的亚运会 就夺下了七面的金牌 是哪七面呢 比如说男子必球团体赛 还有这个拉菲克夺德的保龄球精英赛 还有这个女子保龄球三人赛也是金牌 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壁球公主 Nicole David也是夺得金牌的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男子藤球三人赛 也是夺得金牌 还有男子风帆镭射4.7形赛 法子也夺得了金牌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兹组了 男子脚车冲刺赛同样帮我们镀金了 是 那在这里呢 我们非常就是恭喜呢 为我国贞观了这些运动的这个建额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有关的这个闭幕典礼当中呢 因为下一站将会去到这个中国杭州嘛 那其实中国呢也派出了 就是他们的这些表演者 进行了这个八分钟的这个表演呢 就是当场的这些观众呢 非常地惊叹 其实要预告告诉大家 2022年大家在杭州见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精彩的那些片段 两位杭州市民的代表来到现场 马云以及正在杭州 55年级的杭州小姑娘 她们代表杭州市民 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期待大家能够2022齐聚杭州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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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看到还有孙杨 也同台演出 把现场的气氛呢 是推到一个最高潮的状态 那么好的 这个就是昨天呢 所进行的有关的 这个亚运会的这个闭幕典礼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 这个课题关于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人早餐 一定会吃的一些食物来的 就是面条 很多人说福建人喜欢吃面条 但不管你是什么籍贯 我们吃面条 我们不会去问说 这面条是什么做的 哪一个比较有营养 所以今天就是要把每一种面条 一一分析给大家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米饭之外 最常见的主食就是面条了 面条是既经济 又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 烹煮的荡 还可以挤身高级餐厅的菜肴之列 面条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碳水化合物 能提供足够的能量 其实不同的面条 它们的卡路里都不一样 关键在于制作面条的原料 同时烹煮方式 也会大大影响面条的热量 但是据说碱性太浓 或防腐气太多的面条 可能大大的危害人体的健康 市场上面条种类繁多 该如何挑选安全又健康的面条 自然就成为人们关注的可题 原来吃面也有那么多的讲究 今天就让我们一一来了解吧 是的 吃面也有吃面的学问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了自然疗法师 Amanda老师到现场来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是 Amanda老师想问一下 因为一般上我们 就是在市场上都有 零零种种不同的这个面条 首先我想说面是可以分成两大类 就比如说用麦来做和用面粉来做的事 一般 麦就是面粉是吗 对 麦就是面粉 我很混淆 我们知道的面其实就是一般是用面粉做 然后面粉其实就是小麦来的 那我们讲传统的做法 就是由面粉做或者是小麦 或者用米做的 米粉做 对 米 米 然后弄成粉 做的粉 然后又变成米条状 对 那个就是用米做的 当然第三种是好像可以用豆类 或者是芋头做成的面也是有 像蒟蒻面是用摸鱼做的 那这里我看得到就是用麦做的这个面 首先我们看得到就是全蛋面以及粗面 粗面就是黄面 是吗 粗面就是一般我们吃那个 那个福建面 福建面的那个粗面 大大条 对 或者是我们吃卤面的 对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云吞面 然后它的原料一般就是小麦 小麦就是面粉 一般的面粉 然后鸡蛋 盐 当然这两种面有一些人 他们也会加入一些我们所谓的干水 干水的用途是什么 粗面为什么要 它其实是要给它 第一是耐煮 然后第二就是要给它弹性 对 是口感的需求 然后也是给它一点颜色这样子 是 那么刚刚你有提到那个黄面 那么黄面应该也是由这个麦做的 是吧 对 黄面也是一样是麦做的面 然后传统的做法是水盐鸡蛋 然后他们也喜欢放进这个碱水 那黄面一定有碱水的 因为那个碱水你放在面粉上面 其实它不会变黄色的 可是当你经过一煮像黄面 它是烫过的 所以它就马上变成黄色了 所以它本来不是黄色的 它本来不是黄色的 可是我们在巴萨看到很多是黄色的 是 它是烫过的 那总是烫熟了的 烫熟了的这个黄面 这个碱水就是加面粉 一烫熟它就变黄色了 所以黄面是烫过的面 为什么它本来烫过会变黄 还是有人加黄色的色素呢 这个如果是传统用法 这个是化学法定 化学的作用 可是现在有些人可能他们要增加 就是要降低产本 然后他们放少一些小麦 它的可能黄色没那么特殊 它就加色了黄色色素 很可怕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那就是面馅 福建面馅 想问一下这个福建面馅是用什么做的 其实面馅的传统的做法 和现在一般的做法都是很简单的 它才是就是小麦粉 水和盐而已 看起来有点 它的盐分 应该会比较高一点的感觉 可是面馅没有什么味道是吗 对 它的盐分不会太高 所以相当于它是比较清淡的那个面 是 那么现在时下就是非常流行 就吃这个乌冬面的 去日本餐的时候 日本餐一定要吃 乌冬面也是用麦做的 对 乌冬面是麦 可是它除了小麦 它有餐大麦 就不同种类的麦 然后可是乌冬面的盐分会比较高 它是用盐水一起做的 对 相对其他麦 它的盐分会比较高 这样那个荞麦面 荞麦面又是怎样 荞麦面其实我觉得是 比较最健康的面 可以吃 因为它本身就是 它如果是传统的做法 它是100%的荞麦粉做的 那我最喜欢的是意大利面 它属于米做的还是面做的 意大利也是麦做的 但是它叫做杜兰小麦 是另外一种麦 叫做比较硬性的麦 然后它半白质量比较高 然后它还是有水和鸡蛋做成的 是 还有一个就是 每个人都早餐喜欢吃的 阿波伊敏 我们在加鸡蛋 伊敏应该是麦做的吧 伊敏应该是怎样 好 我们知道的伊敏应就是 也是用麦做 使用水和鸡蛋 可是不同点是它经过油炸来处理 所以才会这么脆口 我还以为只是风干的 不是 它是油炸的 它是油炸的 还有一种很多人很喜欢又便宜的 也是油炸 就是泡面 泡面 泡面也是麦做的面 对 泡面也是麦做 当然现在泡面它们有加入一些棕榈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精致的脂肪等等 然后它是经过油炸的处理的 当然泡面它本身 它有很多添加剂 但是防腐剂它是没有 因为它风干的 就是 它本身就是防腐了 是 手也是没有防腐剂的 对 但是它有其他的添加剂 所以它在这么多麦做的面类里面 应该是被认为最不营养的一款面 对 最多添加物 最多添加物 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个麦做的面 米做的面又是怎样 米做的面我觉得是比较属于亚洲人吃的 对 米粉每天都要的 比方说米粉 对 所以米粉我们常吃 那传统的米粉是用大米做的 然后就水 然后经过浸泡 蒸煮 鸭条 烘干制成的 所以是非常地天然健康的过程 这个它有没有放盐面 没有放什么东西 感觉很健康 还有一个最比较清淡的那个感觉就是 那个冰城最出名的锅条 锅调 对 我们也叫和粉 广东叫和粉 对 它就是白米磨成粉 然后也是经过 好像我们吃那个肠粉有没有 对 它是这个蒸煮鸭条成的 只不过因为它不要黏在一起 所以它表面都放一点油 对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 楼脚粉 奶粉 这个呢 这个 当然是阿森拉萨 对 它口感特别地Q弹 对 比较Q弹 因为它是用那个粘米粉 那个本身就是已经是比较扎实 不是用米 是变成的 米变成的粘米粉 它是用粘米粉做的 粘米粉是糯米粉吗 不是 粘米是粘米 对 粘米是粘米 然后是蒸煮 然后就放在模子调成 然后就制成这些像老鼠尾巴的 所以叫老鼠粉 是 还有一种是冬粉 其实妈妈常说冬粉 如果你肠胃不太好的话 不要吃太多 因为它的那个原料不一样 因为它会脏 对不对 冬粉的主要原料是绿豆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原料 然后绿豆我们知道 有些人说胃脏风 因为它不好消化 对 然后当然它的材料也是很简单 就是绿豆和水 然后公干 我们这里流行吃这个冬粉 在北京就喜欢吃这个凉皮 就是也是用绿豆做成的 类似这样也是这样去闯饭 口感也一样 形状 那么我很想知道就是 那个面的营养以及热量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这个热量 老师 来看一下 这么有绿色 有蓝色 有红色 首先 红色就是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不健康的 精讯 对 然后青色是绿灯 就是说大家可以放随时的 所以蓝色就是摩托性 自己看着办的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泡面 泡面是红灯的 它的热量473 最高 是 排第一 所以你看到所有红灯的那些面 第一 它们的热量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同等的100克 它的热量会比较高 当然它的热量会比较高一点 脂肪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第二就是它脂肪都很高 尤其是泡面跟那个意面 因为它油炸 对不对 意面也会 意面太夸张了 是 如果说营养来看 比如说我们说这四个 黄面 全蛋面 泡面 意面 营养比较高一点的 虽然说它们不好 像我还是想吃的话 我会觉得你觉得应该吃哪个 那可能是全蛋面吧 因为全蛋面最少它给你蛋白质 但是你看它们这四种面 还有两个共同点 就是它们的纤维都很低 几乎是没有纤维质 然后盐分很高 这个也是为什么是红灯的原因 如果你吃全蛋面 你做那个健身的话 它胖部很高 碳水化合 这样我就分了 但因为有鸡蛋 你会很要多费的 可是在这里看的话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看就是绿灯的 最好吃的 这里有四样 对不对 面线乌冬面 还有乔麦面 以及乔麦面 看得出来其实面线最低卡路里的 对 面线可以说是最清淡的 我们讲真正的 所以我们都鼓励说 消化系统不好的人吃多一点面线 可是乔麦面也说最健康 对 因为乔麦面 它是比较接近原食物的那种状态 因为用乔麦粉来做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线维质也有 然后当然它的纳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它Gi值很低 最想它很耐巴 是我 它很低 对 面线也是很低的 对 47和59 因为它的麦的成分很高 对 那这个就是用 怎么说 麦做成的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用米的 你的又是怎样的 有很多红色 我有 这些最出名的这些美食 米粉是红色的 我唯一能够减肥是米粉的 这个其实是橙色 应该算是 橙色 不是那个红色 所以橙色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了 注意就是说可能筛选和搭配的方面 当然米粉本身 传统的米粉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热量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它就是线维质不太高 可是它的Gi值还可以 但是用米做 除非你是用全米 那一般我们用白米做的米粉 果条 冬粉 它们都没有 所以米粉跟果条 然后我们用白米做的 它们其实营养值不多 它们只有热量 但是没有营养值 没有营养素 对 可是看起来这个 赖粉很好一点 对 赖粉或者银针粉 最低的 这个螺旭粉 对 这个螺旭粉还好 但是相对它的Gi值来讲 可能就没有米粉那么好 对 那我们Gi值是说 你吃了之后你比较耐饱 就比较划算 我觉得 不然你一直在吃 那冬粉看起来它是透明透明的 其实你看看 卡路米351 很多 对 那个卡布也是有86.1 对 因为它是用豆做的 但是你相对看它的Gi值 它是最低的 在所有的面里面最低的 所以又吃了又要再吃 也是耐饱 所以如果说糖尿病能可能是比较好的选 对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不同的这个面种 对 那么其实想知道不知道 那其实怎么说呢 世界各国的人其实他们喜欢吃什么面呢 立刻来看一下 世界各国人爱吃的面条 蕎麦面 日本料理的关东君 在日本 蕎麦面有长寿的意思 生日的时候 全家人会一起享用 而不同地方的蕎麦面 文化也有不同 有的寺庙会给住宿的乡客吃蕎麦面 有的地方在丰收之时 用蕎麦面招待已出嫁的女儿 以及她的丈夫 有的人会在搬家的时候 送蕎麦面给新邻居 过年的时候也必须要吃蕎麦面 蕎麦面有冷 热两种吃法 冷吃 以冰镇方式上菜 然后再配上不同的配料 热吃则是配上汤底 再加调味 汤底以清淡 用昆布 青花鱼和干冬菇熬出 来突出蕎麦面的麦味 黄鱼雪菜微面 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黄鱼雪菜面在中国上海算是传统的美食 因上海人对黄鱼鲜美的海味情有独钟 黄鱼和雪菜一起熬汤 可说是绝妙的组合 也使人想到用鲜美的汤汁来做面 在传统的黄鱼雪菜面 是要用大块的黄鱼肉入面 雪菜切至大片的 这样的做法虽然鱼肉一散掉 雪菜也会粘牙 但味道特好 令人难以割舍 在上海的街边小店 有很多售卖这种面条 也一度掀起了一股黄鱼雪菜面的热潮 马来炒面 东南亚家常美味 马来炒面的做法有两种 素炒 以及加入各种海鲜和肉类 使味道变为甜辣或者咸辣 马来炒面使用的是黄面 将锅烧热后放入鸡蛋炒熟 再加入鱼饼 鱼片 虾 以及三八酱和辣椒酱一起炒香 这时候就可以放入黄面 用文火翻炒 让面条吸收味道 最后加进青菜 洋葱丝和西红柿 用蒙火翻炒收尾 台湾牛肉面最受欢迎的宝岛美食 台湾人吃牛肉面的历史并不长 因为对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 牛是第一劳作例 所有的牛不是病死就是老死 根本不可能宰杀来吃 后来台湾的经济快速发展 食品进口也开放了更多的种类 美国和澳洲的牛肉突然崛起 味道好又价格便宜 大受台湾人喜爱 于是把炖煮过的牛肉放入面条中 演化成了台湾美食的一大招牌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刚刚听了这个Amanda老师分析的 那个营养和那个热量的排行榜 我们就知道日式的荞麦面 其实那么多面里面最好的 对 可是最好的话呢 我还是想就是最好的面有什么面 是 问Amanda老师 是 就跟刚才我们所分析这么多面 比方想说你是一个要减肥 然后或者是要控制血糖 要比较健康的话呢 我觉得首显是荞麦面 荞麦面是最好 对 最健康 最健康 对 因为它是最 第一 它最接近原食物的状态 然后第二 当然它的卡路里又低 热量 对 然后热量很低 然后它的纤维质又有 然后它又耐饱 它的肾脏指数又比较低 那盐分也是很低 是 对 然后当然 这方面还看到有铁跟那个铁 对 它还有一些好的 就是比方说它的铁质很高 然后铁质很高 然后帮助控制血糖 然后最重要是它没有麦肤 就是它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有一些人对麦肤会敏感 过敏 对 麦肤本身就不容易消化 然后它可以维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它怎样维持 纤维 因为它的纤维质很高 容易上层 这样我很想问一下 这个荞麦 荞麦就是 只有日本才种的 还是其他国家都有的 其他国家都有的 但是荞麦面是日本人的传统食品 是 对 当然 所以这个是他们当初 是用100%的荞麦粉来做的 可是现在当然有一些 荞麦面也是有餐的一些东西 对 因为现在的市场上 可能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褐色 还是绿色的 是 这样哪一个比较好 褐色的是它本来的颜色 荞麦本身是很硬 然后是带褐色 暗色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那个才是对的 然后所以荞麦面的本身的口感 会比较硬一点的 对 所以煮得很软的那种是 它大概有差的其他的淀粉在里面 那还有一些像意大利面 刚刚我们看到它的热量也不会很高 对 意大利面其实我们蛮推崇的 主要就是因为它也是用全麦的东西来做 然后它是用杜兰小麦 那杜兰小麦的蛋白质是比一般的小麦高的 然后它是比较耐薄 而且它是有一些B群 维生素液 还有一些矿物质 比如说它有蒙 它有小麦 所以它有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小麦很好的 对不对 就是抗氧化 那么其实很多就是可能 就是跑步或做健身的人 就会吃很多这些意大利面 对 当然也是要适量 但是比较白面就是一般的 我们觉得这个会比较有营养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生病 常常会吃的就是利索 面线 面线也是我们华人的传统食物 然后它主要是因为它容易消化 因为它的那个 怎么说 把它弄得很细 然后很好咀嚼 很容易消化 那老人家的小孩都很容易吃 然后最重要是我喜欢 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它就是小麦水和盐做的 然后它的麦的成分比较高 而且吃了感觉就比较不会热气 对 而且最重要是面线它的钠 它的盐分很低 所以我觉得即使是老人家 或者是说肾脏功能不好的人 你也是可以吃的 是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这么好 还有一个就是你很喜欢吃的乌冬面 乌冬面 你想要多吃 对 因为它也是 我就讲面线 是吗 用乌冬面吃 对 乌冬面有大麦跟小麦籽 所以它的口感是比一般面不太一样 它比较Q一点 对 它很滑的 对 它比较滑的 然后它 因为它用的盐真的比较多 对 它的盐分是所有的面里面 可能是比较高的 因为一百克乌冬面 它可能有大概是两百毫克的这个钠 其实也不是很高 我们一天可以吃一克克来讲 它是大概五分 占了五分一 所以其实是还可以 像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好像乌冬面这样 怎么说 因为它用盐水 你这样去泡制成 会不会它 怎么说 因为很多人就说 可能不要吃这么多盐 是 这样 怎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汤那边 就可以放比较低的盐 因为面本身就已经有粉了 要更清淡一点就对了 是 那比较不健康的面 像黄面又怎么办呢 难道就完全不吃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可是黄面 咖喱面很好吃 我们是讲说就是面这种东西 当然你偶尔吃 是 可能是还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真是要以健康为主的话 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量要少 对 量要少 那黄面就是意识热量的问题 然后盐分的问题 然后第三 当然那个干水 我们讲说那个碱水太多 那碱水太多 它可能对我们的喉咙 身体都有一些不好的伤害性 对喉咙也会不好 为什么 对 因为它是有属于比较刺激性的东西 对 其实碱水本身它是受控制 它是合法的添加剂 但是它是那个用量要有规定的一个用量的 可是为什么它脂肪会高呢 因为它做着面放很多油 它有放油 对 好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衣面跟泡面 因为它都是油炸过的 油炸处理过它一定是会 因为那个油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油来炸的 所以它肯定是热量高 对 肯定是热量高 然后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因为你用油炸的话 用什么油来炸也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泡面它是用那些精致的棕榈油 所以本身吃多了 就是对身体一定是有害处 因为你是想象 它那个油一定是炸过油炸 炸过油炸的 会过油 对 而且通常你会注意到 比如说像泡面也好 或者鱼也好 它们通常所搭配的 尤其是泡面 它们所搭配的料 原分都很高 炒高 所以才特别可口的感觉 但是很口渴的感觉就是代表 而且会上瘾 对 就是有一个状况是不太好 因为一面其实如果煮起来 如果那个蛋是足够的话 很香这个蛋味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它的这个热量 你想象瓦丹火或者瓦丹鱼 它应该热量很高吧 是 虽然我们喜欢那个口感 可是你可以想象广东炒的 像瓦丹 那个勾芡本身也是淀粉类 所以一叠的 我们讲广东移民 大概是千八到千九卡路里 千八到千九 我们一天其实可以承受多少 那个卡路里的渐渐 我们说 千五到两千 千五到两千是健康 可能小孩子是2.2到2.3 就对两千 吃一盘就超标了 就差不多 就是它是比炒果条还高的 好 可以想象的 很怕 那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冬粉 因为冬粉 因为它比较特别用这个绿豆做成的 对不对 那冬粉呢 其实冬粉它本来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 是 因为它就是用绿豆来做 但是冬粉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吸水性很强 然后冬粉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是 它盐分很低 所以通常配合冬粉的这些汤料 都非常地咸 是 然后不然就是说那个汤汁很多油 所以你吸取了这些油脂吃下去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陷阱 是 这里我们就是有冬粉 是吗 对 它就是特别地Q弹 但如果是像老师刚才讲的 泡了水之后 它好像会把那个汤底全部都吸干 很容易 所以也就很快薄 很快薄 但是你很容易也薄 比方讲你吃火锅的时候 那个火锅本身有很多的那些杂质 不同的料 油会吸进来 它就吸进来 你吃下去 你就吸进来一些不要的 很恐怖 对 它就是可能不好的东西 也吸进来 是吗 对 尤其是油脂 是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有两种不同的冬粉 你的颜色怎么不一样呢 差好远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两种不同的冬粉 传统的冬粉 因为以绿豆为主 绿豆是绿色的 但做起来你的冬粉应该要带一点绿色的 所以这个是好的 对 这个反而很少见 我们市面上都常买到这种 是白色的 很美的 可是因为绿豆很贵 所以他们为了降低那些成分 他们就用调和的方式 调和 掺进那些淀粉 可能是用玉米淀粉 马铃薯淀粉 木薯淀粉 掺进来了 当然你拿不到那个 可能它的绿豆成分很少了 是 你自然得不到这个要得到的颜色 是 那么除了这个之味 那么米粉呢 米粉 其实米粉当然也是 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 因为米粉 比方说 市面上太白的米粉 我们就怕它加了漂白剂 壮阳水 因为米本身 如果你看米的话 它本身不是雪白色的 对不对 但是有些时候上家的味料 因为米也是贵 他们为了降低那个米的成分 他们加入了其他的淀粉 然后就跟米的颜色有差别了 他们就要放双氧水来漂白 好 所以其实 如果是在吃米粉的时候 它跟这个冬粉有一点一样 就是米粉也是容易发吸水 对 另外一个特性就是 米粉本身味道也是不重 对 所以我们吃 好像火锅是我们常常吃的 火锅很多油的时候 我们就打米粉下去一起吃 所以本来是很清淡的米粉汤 可是因为吸进了那个油汁 变成你增加了 就是其他的不要的东西 很容易 因为可能你在吃火锅的时候 你有很多那些加工的一些食材进去 然后就把这些加工 丸类 就是全部把你吸收 其实修饰淀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就之前台湾不是有发生 就是那个淀粉丸 所以其实修饰淀粉也是常 出现在我们的面类 所以冬粉跟米粉常常被加入了修饰淀粉 所以如果我们在家自己准备的话 我们要尽量还是让自己准备一些 比较清淡的汤头 清淡才不会一定要 我觉得一样的 等下你用什么材料它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用全部的都是好的这个材料 那么你讲一下 那个 刚才那个果条 还有奶粉 那个银针粉 楼树粉又是怎样的 他们因为是用米做的 其实还好 但是我比较强烈是说 古时候如果他们用糙米做 口感不好 那为了他们要取得比较好吃 要好吃 然后软 他们就用白米 就把那个糙米外壳去掉 当然白米不是说它很不好 只是它没有营养 就变成一个是我们讲的 免质量 你就给你热量 对 然后没有纤维脂 就是饱足感而已 但是你完全没有营养的 不如你是吃一个有营养又有饱足感的东西 对 就是吃得饱就算了 对 就是可以这样子说 这个就是你吃也要吃的健康 所以你要买 买这些不同的面条要成为一个好的消费者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我们还是有Amanda老师 我们分析一下有关的这些不同的面条了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家》 那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 精明的消费者 不只是就是买东西一定要联谊的这个价格 其实最重要的是挑选好的这个食材的 对 它的品质也很重要 包括选面条 选面线都一样 我们请Amanda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人 我们都不会看 我一定会选最白的那个的 对 最干净 其实刚刚好相反 我们要选 不要选太白的 我们不要太漂亮 太精致的东西 所以你看 是错的 我们一直是在做的嘛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要是越接近圆态的食物 比方说冬粉是绿豆做的 是 所以当然是要有一点带绿色 带黄色的 刚才我们 对 绿色这个是 对 带绿色 那手感有差吗 老师说 手感来讲可能我们 不能够这样子来看 可是煮了之后就有差 比方说你煮了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来的吗 白色的吗 比如说它泡了的这个冬粉 如果是有加了一些 修士淀粉或者是鸣饭 它是很Q弹的 有些是怎样甩都甩不烂 所以这个是很Q弹的吗 对 而且可能你可以煮很久 它都不会烂的 对 它是热的了 老师 老师 我看起来这个和这个 好像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好像比较细 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感觉 这个比较嫩一点 比较硬一点 因为它是绿豆的 这个是完全是不可以断绿的 当然在米粉来讲 手力 米粉来讲也是 因为我们就是说 因为米粉是 如果是好的米粉 好像炸米米粉 它应该是带黄的颜色的 当然现在市面上也是有 炸米米粉 红米米粉这样子 可是那个重点就是你在买的时候 第一 那颜色不可以太过一致的 为什么 因为天然的东西是不可能是确实的 它一定是有一些好像深一点暗一点的 你看这个完全雪白的 你知道它就是一定是漂白的 加工过的 对 加工过的 对 我们要是有一点点 好像有一点阴白这样子的 那我们要去哪里买有机店吗 一些有机店或者是比较健康的部门这样子 那这个它们的那个粗幼度 怎么感觉也不一样 粗幼度是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它们做的 只是那个颜色会有差别 那有一些 但这个还不够白 有些米粉更白 对 我看过很白的 对 那些我们就是要不要小心 所以那个就是久煮不烂 对 小心太白了 是 因为太白会有霜羊水 还有那种食物的漂白剂 对 所以有的那些添加剂 都会对我们的肾脏肝脏造成负担 是 所以老师 好像我们吃面条的话就是越Q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 是吗 对 我们都追求口感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明白到就是 天然的东西口感从哪里来 对 其实好像用麦做的东西 它一定不会是太Q的 对的 而且它放不久 而且你煮久它就会烂 那因为他们要它定型 然后耐煮 然后那个形状不会跑掉 他们就放了一些好像明帆 或者一些假性淀粉的东西 来修饰它 就变成很Q 假性淀粉 对 假性淀粉其实是像玉米淀粉 马铃薯淀粉 这些我们所谓的修饰淀粉 我们可能以为马铃薯淀粉是天然的东西 但是其实这一类的淀粉 都是化学处理过 化工处理过 所以你即使在包装 他可能会跟你讲玉米淀粉 然后再倒米粉 再倒水 比如说做米粉 但是玉米淀粉不是真的是玉米 是加工过的 这个才叫修饰淀粉 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危害很大 而且刚才老师有讲 那个像加的碱水 还有一些面条里面 也会加一些防腐的成分 对 防腐的成分 要给它耐看 耐煮 然后颜色又不会跑掉 所以就是妈妈说 因为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如果一个面条加很多碱水的话 其实有关面条是比较亮 那颜色比较深的 然后它有一个味道 对 颜色会比较亮 而且味道也是 对 因为就是炒面 有些人在干水美猴虫 对 很难吃 对不对 对 那干水刚才老师讲会伤喉咙 其实也会伤我们的肠胃 会伤我们的肠胃 其实对身体 天下地本来就是外来物 对身体不好 那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明凡 明凡其实它有一个 铃铛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铝 我们都不要用铝锅了 对 因为它会对我们的脑造成破坏 但是很多的面粉都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对 我告诉你 就是人是很聪明的一个动物来的 可是就自己不要害自己了 这样我想问一下 刚刚看起来好像很难选 这样我们如何正确去吃这些面条 如果是说我比方讲我买 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很难看 但是如果你要分辨 那个面条好坏 你买回家之后 煮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第一 你煮的时候 那个水要清澈 所以要浓 要混浊 那个才是好的 那个才是好的面 就是粉 就是说面条 如果你放里面下去煮 它水是清澈的 这样可能有添加物 因为那添加物会清澈掉那个水 这样厉害 调盘 我以为就清澈才是干净 因为我们要混浊的水 知道吗 第二就是 因为他帮我漂白之后 他就漂白到整个汤 它就很清澈的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代表我们其实 老师是建议我们一定要 汤过一轮 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水 然后用大大锅的水 大大锅的水把面放进去 然后煮之后那个水就把它倒掉 煮什么面条都是这样吗 煮什么面条我都建议是这样 那老师有没有分说 什么面条要早上吃 晚上吃 还是怎么样吃的比较好 热吃 冷吃 面条是当主食 所以一定是主食 不是当小时来吃 所以三餐都可以吃 当然我是建议说一般干面来讲 因为干的面我们要拌很多的 你看干面我们要拌比较咸的东西 对 比较有味道的 对 汤面可能会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可以控制到油脂 然后炒面 当然它是用高温 又放的是油脂来炒 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热吃的妈妈 吓死了那个卡路里 是 那有没有分冷热 比如说冷面 热的也可以放汤的 一定要热天才吃冷面 所以冷面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蛮喜欢吃冷面 尤其是夏天很热的时候 你不开胃的时候很消暑的东西 很爽口 很消暑 对 其实是可以的 老师 那个韩国冷面也是用卖做的吗 对 对 那个也是好的 那天气热的时候 马来西亚常年那么热 应该多吃什么面 我觉得可以吃冷面是可以的好 但是不是我们的文化 然后另外就是汤面 当然汤面如果你的汤控制得好 比方说用蔬菜汤的话 你可以汤就一起喝下去 明白 老师在煮面的时候 有时说我们要配搭一些什么食材的话 要怎么注意呢 当然 我觉得清汤是 最好的了 但我觉得特别经济就是 如果你不要太多的食材的话 尽量不要吃浓糖的 勾芡的 像那种瓦丹荷 瓦丹荷 对 有油的那些 因为它勾芡的话 它就会双重的那种热量 然后当然你的配料也是很重要 比如说你吃猪扒加面 这样本来你以为很 就是很多人家吃得很清淡 可是你搭配的是牛肉 炸猪扒 这样当然也不会是一个 这个 你是不是提起来就想吃了 对不对 是 那如果我们还是想吃的话 在处理面条的时候 还是可以做刚才老师讲的 我们就把面的杂质都先去除去 都先去除掉 但是如果你发现到 如果煮很久都不会烂的 那你拿来甩 那个面拿来甩 都不会断的 这样我觉得这个面你就倒掉就算了 就不要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到了 没有 真的是要特别小心 那么刚刚我们说了 好像什么都不能吃 是不是 不用害怕 因为待会我们Amanda老师 会教我们自己做这个面条 那一定就安全 我们资讯之后再来探讨有关的这个课题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马上请Amanda老师来教我们 怎么样做不同颜色的面条 是 好 那做面条呢 其实我们 面条的材料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用面粉 是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鸡蛋和水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 先揉一揉 这个是面条鸡 做面条鸡 这个非常方便 对不对 非常 因为一般我们做面条 我们就是要搓那个面粉 是 要打筋 对不对 这个就不需要了 它是用机器这样当然就方便得多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做这个面条呢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要健康 对不对 所以因为很多市场上买的一些面条 很多这个添加物 所以今天Amanda老师教我们做的 这个就是健康的 没有再添加任何的一个东西 是 所以要吃面 其实现在因为很方便的 只要我们跟着那个步骤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家里做到 好吃的 那个量是多少 你的量 对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根据它的这个就是两杯的这个面粉 明白 现在有很多这些很方便的这个仪器 在家里就可以直接做出这个面条出来 然后过后我们要放进 因为这是两杯的粉 我们要放大概是100到100亿的毫升的水 当然因为今天我做的是蛋面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这蛋了 然后蛋了之后 我再选我要的这个颜色 一起放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食物的颜色 对 等一下我们做的面条 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做这个色素 所以我们就先量那个水分 所以是跟蛋一起放下去的 对 好 蛋加水加起来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水分 加起来是要大概是百亿 这个量的时候要非常地精准 是 那个面出来才不会那个口感都跑掉 对的 然后就这样子大概 大概混准 混准一下 搅和一下 然后就可以直接给它去打面 然后我们就启动这一个机器 就是它有一个打面的这个功能 它在打面的时候 对 一边打一边下 它在打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 放下去 还有和这个蔬菜的汁 对 通常这个过程 Aminda老师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好 它打面只需要四分钟 四分钟 对 但是你的菜汁 我是说最好你在头两分钟就放下去 对 它就一起面对面搅拌 就比较均匀 对 就比较均匀 好 这样子 我们就给它慢慢去搅拌 我们就做盐料 然后搅拌之后 等一下我们再按另外一个键 那个面就会出来了 非常地方便 好方便 那想问一下 那么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原料 算来就是五彩缤纷的这个颜色 可是这些颜色都是由一些蔬菜 就原汁原味这样挤出来的 是吧 对 不用加色素的 是 那比如说 比方讲 因为其实这个机器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种面 像这一个呢 这个就是细面 细面我可以用菠菜来做 菠菜喔 对 所以菠菜呢 就是菠菜放一些水拿去搅吃 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菠菜面 菠菜面 然后又有它的营养在里面 外面卖菠菜面很贵 可以自己做 然后这个呢 对 然后这个呢 其实蓝色是最难创造的这个颜色 当然我们可以从紫苞菜紫色变成蓝色 怎样变蓝色 怎么说 比方讲这一个是 这个菠菜汁 不是菠菜汁 这个是什么 紫苞菜汁 对 紫苞菜汁 然后要加什么才能变出蓝色 好 可能我拿一个汤匙 通常我是拿蓝色加绿色变紫色 没有想到紫色再加别的 所以我们需要放一点点的碱性的东西 然后我们是放这个煮汁 它就变蓝色 大概半匙那样 对 大概半匙 它就会开始产生那个变化 它就变成蓝色了 对 沉淀了那个颜色 对 当然这些蔬菜汁呢 你可以加水 你可以加水把它搅出来 或者你可以用那个汁液液出来 它就变成蓝色了 现在是 对 然后做出来的那个面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颜色 看到没有 这个好漂亮的一个颜色 对 那如果我们要做比较红色的 或者橘色类的呢 好 橘色类的 我先讲红色吧 红色其实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我们用这个甜菜羹 甜菜羹 对 甜菜羹的颜色是很发现的 对 所以做出来呢 你可以看它的颜色多么地红 对 那另外一个呢 比方讲我家里没有甜菜羹 我可以从紫苞菜变成这个红色 甜红色 对 怎么说呢 就是放一些酸的东西 是 就比方说 柠檬吗 那边有柠檬 老师 对 柠檬 好 所以柠檬呢 我们就 要炸那个汁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些原料 就是很有这些维他命 或者很有这些 这什么矿物质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柠檬就特别有维生素C 是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市场上的一些面条 其实它没有这些矿物质 对不对 对 所以加了这些更好 立刻变颜色有没有 立刻变成一个好像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对 很漂亮 然后有些时候 比方说我要做黄色的 那黄色你可以用这个灯笼胶 也是放一些水取枝 是 或者是直接倒一些 黄姜粉 姜黄粉在里面 可是老师 这些它会影响 那个面条本身的味道吗 因为我们用的量不多 其实还好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好 因为我们要吃到它的营养素 对 对 因为抗氧化都很高 这些树 树火炙 然后呢 橙色我们可以做这个胡萝卜 对小朋友很好的 眼睛 这个面又不一样的面条来的 这个是麦克罗尼 麦克罗尼 是我们的通通心粉 这个是不是用那个机器做的 是吧 也是用机器做的 对 所以这不同的面条 不同的大小都是用机器做的 好像这个就是Fattucini 好 对 那老师 有没有人说 比如说比较黄色的用橙汁来做 是不是橙汁可能比较难上色 对 我们就是尽量找它的果皮颜色 很鲜艳的 这个 你不要随便讲 橙汁的没有 这样怪怪的 Fresh juice meat 可能给小孩吃也OK 对 其实跟小朋友做 他们第一 他们无形中 吃到一些好的东西 然后第二 他们很乐意去吃这些 对 因为亲子 又可以亲子一同就是周末 一起做这个自己制作的这个面条 然后我相信小孩子看到这些面条 非常神奇爱 一定会很喜欢 是吗 对 好很高兴 是 我听到那个机器上停了 对 那个面条在不久之后就会赶出来吗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 因为现在是停了之后大概四分钟 当然它也是有一个快键 快炸的是三分钟的 是 然后之后我们再按另一个键 它就会把那个面条慢慢打出来 弄出来 对 对 是 那老师现在要打的是 Fattuccini吗 还是通信的 我们先做就做一般的面条就好了 好 比较细腻的 好 那我可以说 它会继续翻滚 它会慢慢地打面 当然打面的过程要有一点点耐心 因为它尽量就是要定性 我看到它出来了 有 慢慢出来了 有 这个是右面 算比较细腻一点面 有点像香菇的形 然后我觉得这个甜菜根也很好 因为甜菜根可能对小孩来说也很好 对不对 因为一般上可能有些小孩 他不吃整颗的 对不对 因为它有苦涩的那味道 所以你可能做成食材的这个食材的话 可能就吃了 就不只是甜菜 可能比如说胡萝卜汁 还是菠菜 小朋友都比较少吃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 马上来 这样子 是 看看我们今天的食谱是怎么做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到吗 我们很快地就把它做好了 有关的这个面条 我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喜欢 因为它很像小时候我们玩那种原子泥 它这样把它挤压出来 而且那颜色有越来越漂亮 其实出来的时候感觉很兴奋 坦白说 然后你没有想到 原来这个面条短短地在5到10分钟 就已经做好了 就可以做到了 这里我要试一下老师你今天做的这个面 小一点的这个 重点是材料非常地简单 然后你可以买好的面粉 就是没有铝的面粉 然后是没有漂白的面粉 这样做就很健康 没有添加物 老师 你选的其他的料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 今天我做这个是比较日式的 所以我做这个是昆布柴鱼白萝卜汤 所以它是用昆布泡水的 那个面也是很好吃 对 这面其实Q感很足够 就是放了一粒蛋之后 就是感觉其实蛮好吃的 就煮好的面大概是去热水 开水 就是大概煮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很简单 我告诉你们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好客户带给大家的 可以看到好厉害我们这部机器 是 今天PenSonic也会将送出 我们的这个多用途的叫什么呢 蒸炒锅 蒸炒锅 蒸炒锅的 一共有三份 那到底如何引起呢 很简单 刚刚我们Amanda老师 不是有用不同的这个原料吗 刚刚有什么呢 做... 有柠檬 有萝卜 然后有什么菜 什么菜这样 如果你可以列出其中三样的话 三样 请把你们的答案 就是发给我们的这个电邮 LivingDelight atv.com.my 然后附上你的这个答案 答案药 还有你的个人身份证 名字 地址 还有联络电话 是 那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了 希望你们都答得对 是 如果不晓得答案的话 也可以重温我们的tonton.com.my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Amanda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好厉害 明天我们 等一下那个面留给我 打包 打包 所以明天我们要跟大家聊 这个也是健康的课题 我们说免疫力很重要 是 免疫力要强 但是免疫力不一定是越强越好的 为什么呢 明天请专家告诉大家吧 明天见 再见 明天见 明天面 明天见 明天展找